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听我们的直播环节有问必答 会请郭先生亲自解答大家的电邮问题 千万不要走开 先博通了叶小姐的电话 你好 早晨 叶小姐 你好 想问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买了966是30元买的 那我就说需不需要换码呢 哦 升快点上来的 为何换码呢 因为怕它会跌下去 想说换一只2628会不会好些 好 直播率方面 如果在国售会不会赚幅会多些呢 我们先看看两只股价表现 966中的太平 暂时升近3.30.15% 跟它的卖下价差不多 另外一只国售2628 36.25% 也升近超过2% 如何看它这个举动呢 郭先生 暂时来说 966都是处于一个高台整股 走在28-32元或者33元之间上上落落 其实这30元买呢 现在30元是平手的 应该用另一个方法来问我 现在拿着这些钱 现在我买国售还是966呢 我会跟你说 我会买国售 其实道理很简单 除了是恒指成份股之外 最重要的是 国售这次由41元跌下来 去到近期的低位 累积的跌幅已经接近15% 以一个正常的调整来说 是足够的了 21元左右起步怎么升一倍 有6元或者7元的调整 其实是很正常的 如果一旦大市立入一个新的升浪 或者短期的升浪 国售要回到38-39或者40元 应该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当然之 966也可以作为中线的部署 问题也不大 但两只选一只 我就会选 41元的国售跌到现在低位 看回上去有十几个百分 反为966年的高位是33.3 只有10% 如果这样比较的话 国售的直播率真的高一点 平手离场转马去国售 我同意的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想问的 没有 多谢你电话先了 叶小姐 谢谢 下一位朋友 我们博通了胡小姐 你好 胡小姐 是 我想问两只股票都没有货 我想问下落到什么价格才可以 问这1339 还有问这547 两只都没有货 我们先看看人保 1339 落花5.08元这个位置 似乎之前人保 在付户节假期之后 表现都强势了 不过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这两个礼拜 看到它的表现就更适合 现在还要在50天线楼下 在5元那边走的了 胡小姐说没有货 可不可以买少许人保 如果你是这么多只受险股 你问我 我最不喜欢就是人保 派息又欠理想 年年都派一个先息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改善 估价由5.85元的回落 由于技术上已经是转弱的了 如果你是要纯粹短炒的话 记得4.95元 这是一个礼拜和一个月的低位 跌穿了就要止蚀 不需要再问别人 做得到的就买少许薄一薄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 我情愿选择第二只股份 我都不会选人保 好 另外就问547 数字黄角的 这只风险很高 胡小姐 为什么要买这一只 暂时来说跌1乘1 去到6毫3指的水平 打算做短线反弹 我想郭副sir应该都要头 我不用说了 八仙股票升了3元 升了40倍 接下来到3.03年跌点 跌得多的 现在处于一个逐沉底的形态 今天来说 亦跌了7日 这是一个月来的低位 技术上处于一个逐沉底的形态 那么多只很薄 为什么要薄? 不过省户很多次抱着 虚幸意的心态 不要紧 最重要是你問一問自己 如果現在這一分鐘買 跌穿6毫子你指不指洩 如果你說跌穿6毫子我就指遲算數 你不是博一博 因為可能升3個先跌4個先 升5個先跌2個先 這個是市場的走勢 但說基本因素老實說就是欠奉 你只看這支陰軸 一插下來由2元左右插到1元 一天只跌到8毫子 你怎麼走?根本就走不了 不過可能見到3元 到現在幾毫子覺得很便宜 大家都拼炒 不用說了 你要炒你就要有炒風險管理 一定要做足 跌穿6毫子指遲算數 如果輸4分前你要拼的 我不敢助理 但我覺得抱著一個短炒的心態 很多時候都是 輸的容易 贏的就比較難的 好 胡小姐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接下來的時間 要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郭Sir 這位朋友Andy 問兩隻股份 第一 8180 新去醫藥 8180 暫時來說 七毫六指的位置跌超過百分之一 他說 其實他的賣入價差不多 七毫六指入貨 給紙洩位和上網空間 會否繼續拿著主板掛牌呢 希望是 因為下個星期二 這一陣子就由七毫六 升到上去一元 一元跌到七毫六指 如果七毫六指一穿了 試一試七毫 七毫一二絕對不出奇 不過既然他轉得到主板 可能上一陣升上去 已經賀了 現在是第二陣 希望在下個星期二 正式轉主板時 有少少的炒作 七毫六買的 也不需要太擔心 只是現價買 你不是初步看上去 有沒有機會上去百毫多指 到時再看環境來做 需要不需要做風險管理 你就自己決定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做 跌穿七毫六指就指示宣訴 暫時拿貨看不太多的話 問題就應該不會太大 好 另外Andy就想問回1030 新城發展控股 他都有貨在過四左右 就拿著了 現在賺錢 恭喜你先 這一陣子股價都強小了 曾經都衝到一元八毫半的位置 不過這幾天就有輕微調整 現在現價跌百分之二報 1.62 之前還有一些消息 就說和首創置業和龍湖等等 合作發展在上海的住宅地 後市方面又如何保存呢 它早前公佈了 在國內的B股成功轉為H股 香港這間公司持有內地的B轉H B轉H有接近60% 其實這個在很早前已經反映了 以現在這一刻來講 最重要的支持是1.59 這也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技術上來講 一個月的低位已經下月到1.53 過四人錢買應該收了六個算息 即是已經贏了 賬面上贏了 問題是贏多少 如果你是擔心股價 會受到大市波幅所累 就定低指賺 好像早前上到1.85 那一刻的指賺位 適宜定1.7或1.8 去到後一個階段的指賺位 應該是落去過七做作業水平 現在這一刻的指賺位有兩個 一個是1.59 這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跌穿了就賺了去算數 最後一個技術上的支持位 就是一個月的低位1.53 問題到最後 願不願意下車 都要看你自己 錢就賺了 問題是賺多少 如果你說我作中線的部署 問題都不大 接近有四里的股息 市盈率股值只有七到八倍 現在我覺得只是受大市氣氛所累 中線部署都沒有問題 好 謝謝Andy你的電郵查詢 另外我們再看一條email 就問回編號139 中國金海國際這個股份 做什麼呢 半導體的業務 問郭Sir 這股份的前景是怎樣的 他說他沒有透露到有沒有貨 但想知道何時可以突破兩元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股價走勢 暫時這一刻現價跌4% 跌5千步過二的位置 都升了很多上來 他說2.7元 嘩 升了很多 怎樣部署 還想去看2元這個位置 唉 我就不敢看了 由1.6400 一年的低位 去到早前高的1.8元 升了10倍有多 這一刻就處於一個技術上的調整之中 一個二人錢的支持其實很重要 一旦失手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大幅度拉低 給圖你看到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說最終一個二失手的話 下一個據點就是1元 1元再下就是抽籽 願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你自己決定 我就認為看大戲好過了 不宜佔首 好 謝謝 郭Sir 我們節目時間又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待會 轉頭幾分鐘後 跟你談回大市方面的情況 上回27,000點的水平 見到那個聲勢就稍微 比起今早來說 有個收窄的 升165點 還有成交方面都繼續偏少 究竟今天情況如何 我們稍後再談吧